当女士的新房在十楼 门外有一道十多米长的莲廊 莲廊两边的护栏 下面是墙体 上面是栏杆 邓女士说 女儿三岁多一点 很好动 她认为护栏这样设计 女儿很容易就爬上去 邓女士介绍 小区一共有22状楼房 只有四状楼房的连廊护栏 一半是墙体 一半是栏杆 其他楼房的连廊护栏 都是栏杆 没有墙体 邓女士等部分业主 查了相关的建筑规范 关于外廊的栏杆 静高 规范要求 六层及六层以下 不应低于1.05米 七层及七层以上 不应低于1.10米 防护栏杆必须采用 防止儿童攀登的构造 现场用尺子一凉 十楼的护栏 静高是1.15米 下面的墙体 高度是0.52米 邓女士认为 这部分墙体 相当于一个 垫高的台阶 小孩很容易就爬上去 会发生危险 物业的工作人员 帮忙联系上了经理 我们高层的那个 连廊安全问题啊 这个这个到底是怎么处理啊 这个安全问题呢 因为当时我们也问过地产 他们说就是 当时设计就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14状的 跟我们的不一样呢 14状 对啊 14状是栏杆从底 一直到顶 14状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呢 那所以啊 这为什么不一样 而且我们的 我们有四状 都是有点墙体 然后再加个栏杆 这个安全隐患太大了 这个马上 我们再给地方沟通一下吧 看他们看要不要 再进行一个改造吧 我估计很大现在 郑军女 郑军女 喂 你好 我是188黄金的记者 你好 你方便把那个地产的 那个相关负责人电话 给我一个 可以的 没问题 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 富丽云亭雅居的开发商 是嘉兴市秀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根据物业经经理提供的电话 邓女士联系上了开发商的 一位陈经理 正在跟开发商陈经理通话的邓女士 发现对方 其实就在物业办公室外面 之前我们一起去看过那个连郎 那个高度问题 你们是1818环境人吗 对 这样子 因为这个事情 我不是直接负责的 这一块的相关领导 可能是那个物业经理说 你就负责这块连 不是可能信息可能 可能有点误吧 那你能给业主解释一下 您是业主是吧 这个事情可能 我这个级别可能还不方便 跟你直接输出这一块的 有效信息吧 这个 级别太高了 不是级别太低了 好吧 那要找哪个级别 您是记者 这个这样 我回去跟领导汇报一下 再跟你答复 陈经理留了记者的联系方式 截稿前 记者没有收到 开发商方面的答复 目前 邓女士已经联系了 四幢高楼的部分业主 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